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要财财经财的直播环节 来到即使攻略 和大家得跟进下最新的视频 先留意恒指方面的表现 恒指现在是28201点跌近198点 国企指数跌134点 最新报14468点 看到大市的成交半日来计 都是比之前为止缩续 暂时来说是976亿 和大家跟进一下个别的版块 这节不如看看内房股方面的表现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这个版块的表现 看到全线都是逆市上升 升势过分有些都是挺夸张的 好市中海外升超过2% 现价在31.65 华润之地更加升超过4% 做27.4% 晚科企业升超过1% 碧桂圆更加升接近6% 做4.14% 世博房地产升超过2.6% 看另外几只 看到升幅超过3% 有苦力地产 雅居乐和六成中国 合景太库方面升接近3% 恒大地产更加升超过5.9% 见到现时离机做6.5% 拆解一下这个版块最新的消息 请来我们的公级分析员 丸子在旁边 Harry 你好 先和你说一下内房股方面的势头 刚才报了版都见到 今天来说整个版块逆市升 究竟在升什么呢 见到内地方面 都是说内地楼市方面有回乱的情况 尤其是第一季方面 情况好似做好一点 先跟进整个行业方面的行情 其实怎样看内地楼市方面的走向 如果你说看今天内房股的一个升势 见到很多只内房股都升得是威威威势 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和法国一位 出了一份一些楼市的报告有关 这个报告也有说到 在3月份 其实他们的环比方面 有90个城市的成交量方面 也有一个很长足的增长 环比的上升幅度来说 按月的四成增长 如果你回看本身 其实2月份 其实我们记得 如果观众有些记性的话 我们记得 就是2月份 其实新年那时候 就出了一些新闻 就是说 新年假期没有太多人去提楼 所以如果你说3月份 就有些楼房的一些销售情况 其实在低基数效应下 这个40%增长也挺容易达到 但不论如何 我们见到成交量有增长 都表示内地楼市的交投量 又或者整体行业上 是处于一个复苏阶段 再者 除了交易量方面 方面来说 那个楼价 其实我们都见到 开始慢慢地有上升趋势 这份报告 就给大家有点点憧憬 就是说 以往我们特别见到 由去年10月份开始 整体房市 开始处于一个很大的下行周期 无论见到交易量 或者房价 甚至令到很多地产发展商 在投资方面 就是在建楼的进度方面 都放慢了 拖慢了整体 就是中国的经济表现 见到很多房市的放松措施 终于开始有初步的成效出来 现在现场上来说 如果对于投资者的角度 看一看行业的话 我会多看一两个月的数字 才可以确认到 因为今次是一个初步的数字 交投量 未来可能始终有一些假期 又或者是不同的因素 会不会持续上升 会引致到 其实资金如何看回内房股 现在的估值 是的 不单止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一些大质一点的内房 在炒整个流线回卵之外 留意到近日来说 就是整个母公司来说 有个重组的一些概念股份 包括有 就是编号978的调商局置地 看到都升至近超过5% 现在正在做2个4号1 另外1.24来说 越海集团方面 都见到有相关的概念在 越海置地1.24 现在虽然都是回近至近2% 但是近日来说 这两只股份都是强势的 又怎样看这方面 就是合併或者重组方面的概念股份 如果你说重组或者合併的概念来说 我觉得投资者 其实是比较难触摸的 是 因为你要手头上 真的要相当多一些资金 来博取不同的 比如说央企 或者是国企 进行一些改革 因为未来究竟 会是哪个系列 即是哪个国企的系列 是进行一个重组 其实大家都很难触摸 究竟是先招商还是先 还是先华润 还是不同的一些 国企都会进行重组 你数数买卖 在A股 或者港股里面 可能有十几个这些系列 所以 重组的原念 我相信 对于市场来说 是一些短暂的因素 你跟一阵短炒 可能是有 但我不相信 重组的概念 可以导致股价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再者 就是说 如果你用招商局 作为一个例子 978 市场上 在炒一个重组的概念 当然就是 好像中信股份 看到招商局 可能将所有的资产 都会注入 成为一间综合企业 但如果你这样看 其实本身 对于股值 或者股价上面 可能是现阶段 在冲景上 有个刺激 实际地 注入了这些资产 其实 都会发出很多股份 对于整体股值上来说 每股盈利 或者本身的PE 情况来说 其实不会特别调高 我觉得 未来的现阶段状况 除了说 本身的国企改革 机会之外 大家要想想 国企改革 或者央企改革 重组的办法 因为 由华润那边 我们看到 其实 重组方案 未必是 将所有资产 都会进入某一只股份 可以拿走它 卖回给母公司 也可以 这些重组方案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估计呢 其实 除非你手上 有很重笔的资金 变得像股神 一只一只一只买完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你炒国企改革 我建议 不如你短炒 拼一拼一拼 跟一拼 资金 入某几只重组概念 这个包括招商局 或者 华润系 甚至越海系 这些股份 如果不是的话 你逐一只逐一只去买 我相信 资金成本 又或者 opportunity cost 那方面 是比较高一点 另外一个内房方面的利好消息 就是 货币宽松政策方面的走向 其实如果降息 降准 就是释放市场流动性的话 其实变相对于内房股来说 都是好事 可能那些人又会做一些按揭 或者借钱来买楼等等 这个方向你又应该怎么看呢 如果你说看回 我觉得下午这些时间 随便假期前 有些资金又会拼一拼 在假期中间 可能人行会减息 这些消息出现出来 但是对于内房股来说 无疑是会有个帮助的 如果你说降息来说 但是就会比较 如果你用一个利好的因素 又或者是利好的方法来说 是一些比较滞后一点的因素 减息之后 第一件事 我们对于内房企业的融资成本 是会有个下降的 我会觉得如果真的 在礼拜六或礼拜日 真的会降息的话 对于一些高负债的内房股 应该是在股价上 和实际上的利好 但是如果你说 整体市况上来说 我会觉得 内房股 其实现阶段 最重要的是 那些楼要卖得出 当那个降息出来之后 其实对于内地民众 现阶段来说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会降息 大家都有的准备在那里 会在心理上 上面有 我会觉得 有些伺候上面的优势 在那里 及至于 就是说 如果你说对于 未来的销程上来说 会有一些利好气氛 在那里 这个就要看降息之后 其实那些卖楼情况 是不是实际上 看到一个很火热的一个机会 这个才会对于 一众来房股 一个很大的利好作用 所以 如果你卖降息的话 我会觉得 都挺虚无缥缈的 因为其实 人行全降息 全降准 或者做不同的一些货币政策 其实就 几乎隔两三天都会出来的 这些消息 所以 对于内房股 我觉得整体而言来说 股值 未必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 不如看一下 预期不如这样 我会卖它 在这个假期里面 可能有很多人去看楼 或者将来会有些 比较火热的消情 最后 讲完整个板块的 不同方面的消息之后 如果真的选择这个板块 去投资的时候 应该考虑些什么 会不会是一些 负债比较高一点 可能是3333 又或者是大质一点 688 1109 比较稳一点 应该是如何去选择 从股值上来说 其实很多内房股 都依然是比较便宜一点 就算我们说 688这些股份 现在已经升到上来32.35 你对比起他们的股值 就是PE各方面来说 其实都是维持一个 比较低的水平 我就不会拼拼 3333这些股份 始终它的债务情况 又或者是财务状况 是比较得人害怕一点 所以就算说 可能它的股价的爆发力 或者回升力 是比较多一点 但是既然我们都是一些憧憬 我们在憧憬 就是在估计的假期 会有一些很多人去看楼 或者是卖楼摆得挺好 或者是将来的政策的转向 我会觉得 不如博一些稳妥一点 我始终都是选择 688或者109这些股份 好清晰 谢谢你 Herry 这期时间差不多 和你做新部 提及国家内房股自己有没有持有哪种 没有 好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将会开通我们的民股热线 想问股票问题 就现在打电话来 稍后 看到大家 Quин是20 是稳暗